感謝各位繼續收看 4月27號盤中當沖 標股都要賺的盡責解盤 台北股市今天 其實你從我昨天跟各位所講的話 就已經知道答案了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其實你練好武功 扎好馬步 這些是非常重要的 這是非常簡單的叫做KD指標 親愛的投資朋友 你也可以看RSI指標都是一樣 有沒有發覺它是兩條線組成的 那麼一條就是K值 一條叫做D值 一條叫做短期RSI 一條叫中期RSI組成 當短期跟中期 或者K值跟D值之間 相差的距離很遠的狀況之下 這個開口RSI比較敏感 就會開始有點從打開 變成合起來的感覺 你可以看一下今天剛好先上一個指標教學 昨天我就說了 所以大盤如果有回撤 回撤什麼意思 缺口會壓回來嘛 因為缺口一直打開的話 股價會上去嘛 缺口一壓回來的時候 如果有回撤9800點的話 你要好好掌握住這個機會 因為第一次在9626點這個位置 我相信很少人敢進場了 除了我們幾個非常特殊的朋友以外 那是親愛的投資朋友 一直到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請各位留意喔 那麼外資 外資已經陸陸續續都開始買了 所以我認為這個所謂的第二隻腳 回來的機會真的不太大 親愛的投資朋友 昨天我的傳真稿 我的臉書當沖 日本股教育學院裡面 你可以把它叫出來 上面是不是寫說 你不要笑想那個郁金光 那個基本上來說的話 今天呢 昨天尾盤沒有鎖起來 今天很可能就反而沒有價差 你好好做好 我們當時從27塊錢 就告訴你說請你注意 這一次的腰股呢 注意 腰股我說過 這是我黃靖哲跟各位講說 我是唯一知道腰股的手冊的 絕對不是什麼看指標 看指標你也看不出來 因為這往下殺指標一定這樣下 絕對不是什麼看底部 我看那個 不好意思講說 一般的文章都是寫什麼看指標看底部 那一般股票也是看指標看底部 我問你一件事 黃靖哲是個男的 沒錯吧 那你怎麼知道是腰咧 看臉還是看手 兩隻手兩隻腳 大家都一樣啊 一定有什麼不尋常的地方對吧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我說過既然要跟各位講什麼叫做腰股 甚至是飆漲股 要漲得很奇怪的股票的話 親愛的投資朋友 一定跑不了這所謂的九個非常重要的狀況啊 那我今天解釋一個完全跟這九個狀況沒有關係的東西 叫做順勢而為 親愛的投資朋友各位看到沒有來 這隻股票叫做筒心啊 其實正文不是腰股啊 筒心才算腰股吧 筒心賺的錢多少 賺兩塊多啊 正文我還是走開大門走大路 我告訴你啊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 正文賺一塊八九正文三十幾塊 所以啊各位看到沒有 有好的環境順勢而為啊 就會有真正的腰股啊 有腰股呢 你二十七塊錢到今天三十三塊錢 十張啊就是六萬啊 五十張啊就是三十萬啊 這就是要讓你賺錢裡面 最重要的密集 現在網路上每個人都在問我說 老師什麼叫借私還魂 老師什麼叫順藤摸瓜 老師什麼叫行屍軸肉 老師什麼叫行屍軸肉 這張股票開張吃三年 這張股票開張吃三年我講過啦 我沒有說他不好耶 但是我這麼講一件事 你三百五十塊錢買進去 我當然會說他不好 就像這邊四百一十一塊買進去 我當然會說他不好 但是如果你跟著我是一百零一塊錢 進場的我當然會說他好囉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所有的腰股啊就是這九種 絕對不是各位在東想西想 當然了這種借私還魂 改頭換面行屍走路 這三種最好你不要買 前面這些啊 都還可以有相當的價差 接下來我們就來介紹一下 我們怎麼去掌握這些賺錢的價差 因為股票 你不是真的買貨來長鄉私手吧 如果你一檔股票買來長鄉私手的話 今天有一檔股票叫做5278的上帆 他蓋了一個愛情公寓 要跟你長鄉私手 我看你這下死定了 不但是套牢了 連老婆都跑啦 愛情公寓咧 股票不是跟你長鄉私手的 股票是讓你來賺價差的 每一檔期一定會有邀 親愛的投資朋友 各位看一下 這是昨天的傳證稿 4月26號對不對 看清楚了 倒是我們也關心了 5G概念股 有機會持續出手 第一個是鄭文 第二個部分來講的話 我昨天也告訴你 我當衝 衝什麼 今天告訴你當衝衝什麼 老師怎麼還是5G概念股啊 對啊開玩笑 鄭文是大餐耶 那我不會來個小菜啊 當衝波段都要賺 這就是賺腰股的方法 今天是最好的示範 親愛的投資朋友 再來看一下 我說過我帶你賺腰股呢 怎麼賺怎麼來 我都一定會跟各位講清楚 今天這檔股票 基本面可以跟各位說 請各位留意一下 這個基本面有兩個 第一個是比特幣創新高 他是比特幣 非常重要的IC製造商 第二個部分來講的話 在5G的觀念裡面呢 未來這些IC設計呢 會使得比方說 我現在要看運通財經台 我現在要看什麼 看這個 在大陸當然不是這樣 我今天要看什麼愛爾達 我今天要看樂視 看哪一個寬頻呢 你必須要經由世新 經由什麼 3661的世新 經由包含了 等一下跟你講 655 6533的精心科 還有3443的創意等等 你這些呢 創意現在還在動 對不對 經過這些的晶片 來做一個轉換之後呢 你才可以看得到他的電視啊 所以當大陸的寬頻 這麼熱鬧的狀況之下呢 無怪乎啊 我跟你講說 欸又來了 又來了又來了 又再賺一次 跑到哪裡去了 總而言之言而總之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 48塊 到今天各位看他們 61塊 完整的又出料了 39塊 到48塊 又賺起來了 所以這叫一號股 他有沒有賺錢 沒有賺 但是講的什麼 講轉機啊 至於說 他怎麼買怎麼賣 為什麼我今天又站在賣方了 我想這個部分 各位就自己去想想看吧 原則上來講的話 有些你必須要開始正式去體會 這些都在我的非常重要的 腰骨手冊裡面 會跟各位提到 然後今天要跟各位來談 這個6533的精心科 時間真的來不及了 總而言之 我什麼時候買的 你還記得吧 很簡單的翻一下 來各位看到沒有 133 連續兩支停板 140 對不對看 第一支停板140 第二支停板150億 開玩笑 這是100多塊的股票耶 一支停板是1萬塊 10張是10萬耶 50張是50萬耶 你好好買它的話 而且後面的老闆是誰 後面老闆是2454連發科 那我只能告訴你 你基本上你自己判斷一下下 我今天講的反而是另外一個情況 來請各位留意一下下 那麼已經新科 買點在這裡 通通都給你證明 證據在這裡 那麼網路是留下的 你可以隨時隨地的看清楚一點點 那我問各位一件事 它上市的第一天 這邊有個大紅棒有沒有看到 來不要用電腦了 來不及電腦卡住了 來各位看到這邊有個大紅棒 換句話說 第一天買進去的 那是最大的股東吧 在股東之後 一直跌跌跌破股東的成本價 可不可以買 當然可以買進去 那它要不要拉到上面來 至少它要 最保守也要拉到這上面來 它才能夠 做好正式的換手啊 所以我這麼跟各位講說 親愛的投資朋友 今天來沒有太多的事要跟各位說 基本上來講的話 你只要跟上我們臉書 熱門股教育學院 第一個 先告訴各位方法 開張吃三年 祖上積德 貴人相處 以假亂爭 順藤摸瓜 等等這些方式 把它學會了 好好掌握住這些標掌股的模式 因為標掌股最大的缺點是 它標起來的時候 你不敢買 那誰能夠帶你買 它標起來的時候 你也不知道原因 所以你也沒辦法買 那到時要怎麼下車 你也不知道怎麼下車 你看 有人帶你下車 下得快快樂樂的 輕輕鬆鬆了 標的時候你不敢買 下車你不敢下車 那時候你需要什麼 就要加入我們的LINE 我希望所有朋友 你好好掌握住 盡責給各位的LINE 那麼現在大家都流行 用LINE跟各位來做報告 現在大家都流行 臉書來跟各位做報告 那麼在LINE裡面 我們還會另外錄一個 重要的短片 而這個短片和您所看到的 當然不是那麼相同 但是該說的在LINE裡面 應該可以講得更為清楚 歡迎所有今天看到的朋友 那麼願意加入我們LINE的朋友 我們現在開始正式招收 我們LINE最重要的抓妖特工隊 想盡辦法跟上我們的每一個訊號 讓你當衝波段都要賺 本投物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贈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公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